12平均率呢就是把do re mi fa so la si do这八个音平均给它分成12份 吉他每一根琴弦的定弦原理都是严格遁照12平均率的啊 咱们先来说一下这八个音是如何均分成12份的啊 全全半全全全半相信大家都知道这句口诀 我们还要知道啊一个全音是等于两个半音的 在这一个八度里面呢是包含了12345啊五个全音的啊 五个全音呢就是十个半音再加上两个天然的半音啊 它就是12个半音所以呢12平均率指的就是把这一个八度的自然音阶给它平均分成12个半音 在咱们吉他上呢任意相邻的两个品格之间啊就是半音的关系啊 什么是相邻呢比如si和do啊他俩就是相邻的do和right呢中间就是间隔了一个品格啊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啊mi fa还有si do这两组天然的半音关系啊 放到吉他纸板上永远都是紧紧的挨在一起的啊 六弦mi fa啊挨在一起的si do mi fa mi fa si 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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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再来看另外这五组全音的关系啊在琴弦上的体现呢就是间隔一个品格啊 fa到sou是间隔一个品格啊sou到la也是间隔一个品格 la到si是间隔一个品格啊do到right re到mi都是间隔了一个品格 这个规律呢在二弦上的体现是最直观的啊 因为他的一品刚好就是do 咱们来看一下啊do到right re到mi都是全音的关系啊 do到right re到mi都是间隔了一个品格 mi fa是天然的半音所以呢他俩是紧紧的挨在一起的 fa到sou搜到la到si都是全音啊 全部是间隔一个品格 又到了这个半音了西与do 哎他俩是紧紧的挨在一起的 学完这个原理之后啊我们需要做的事 随便告诉你一个音比如说so啊 你要马上能够反映出他往左推一个音 往右推一个音是间隔一个品格的 还是紧紧的相邻在一起的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啊 我并不需要你当知道这个音是sou之后啊 能够在同一根琴弦上给我推出更远距离的do 要知道啊我们的吉他是六根琴弦的乐器啊 他不是单弦乐器 我不需要你在同一根琴弦上给我推导出这么远距离的音啊 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四弦上啊 找到一个离sou距离更近的do啊 这个呢就是咱们下节课要讲的内容啊 那就是琴弦与琴弦之间的定弦原理 当我们掌握了横向的十二平均率 以及纵向的琴弦与琴弦之间的关系之后啊 你就可以快速的把整个纸板上所有的硬件 全部推导出来了 OK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啊 可以听懂了 请帮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我是玩乐吉他 专注于零基础吉他自贵学经验的分享啊 关注我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咱们下节课见